各位網友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講一下歷史 早一天拍了一條片 我曾經寫過一條文章 講關於金融小說不下的楊康 不認自己的親生父母 認修養他的人 有網民留言 說我反骨 因為我就是英國制度政府殖民地培育的占子 現在就舔共了 不承認英國 我想講第一件事 我不是占子 第二我想講歷史 大家如果要看歷史 用歷史的角度去看問題 應該要把那個時間的軸拉長一點 還有拿地域拉遠一點 因為為什麼其實每一個地方 其實他自己又在那個時代裏面 是有他的使命的 那麼那個地方的繁榮 不是一定是由於那個 叫做 那裏的人特別厲害 或者是那個 制度特別好 在那個時空 是 簡選了他 作為一個繁盛的地方 那我舉例 譬如 以前 秦朝 他選了 咸陽 即是長安隔壁 即是西安 或者叫做長安 以前叫做 咸陽 或者長安 那裏 作為他的首都 令到那裏是繁榮 那長安 亦都是幾個 朝代的首都 那 當一個國家 簡選了那裏做首都的時候 自然呢 就會吸引到全國的精英 去那個地方 去做 生意也好 或者是因為 正經正經 有政治才有經濟 那裏的地方一定是最繁盛 那 跟著有洛陽 跟著有東京的 叫做開封 跟著亦都有 六朝金粉的金陵 即是現在的南京 那每一個地方 都是那個時代 選擇了 那裏 跟著 不是說那裏的人民特別 而是那個朝代 選了那個地方 那這些是中國的情形 那日本 以前就是選了 環濱 為什麽選環濱 因為那個 整個日本 是封國的時候 只有環濱 是可以對外 經商的時候 環濱自然 就會是繁盈 上海也都是 二百多年前 這個叫做 寧波人 寧波是看不起上海人 跟香港看不起深圳一樣 各個開放之後 或者是被迫通商的時候 才會令到上海繁盛起來 這些就是歷史的原因 那香港的崛起 或者很多城市 好像威尼斯 或者是卡薩兰強 那些全部 都是歷史選擇 那香港的崛起 其實就是源於 中國的封閉 它是唯一一個 地方是可以做到一些走私貿易 是連繫 東西方 所以 香港才是繁盛 香港的繁盛不是 獨自因為英國的制度 就是要明白 其實在一個特定時空裏面 它在一個位置裏面 它是必然會繁榮的 今時今日也都會是一樣 今時今日人民幣不是自由退換 中國需要這個做一個防火牆 美國需要搶佔這個地位 它有一個利益價值 香港才會 成為一個 經濟的金融中心 大家要明白整個事情的發展是怎樣 很多 當那個 世界 全世界最厲害的時候 就會說到它的制度 天下無敵 以前荷蘭的時代也是這樣 西班牙也是這樣 葡萄牙也是這樣 英國也是這樣 羅馬帝國也是這樣 中國也是這樣 永遠都是這樣 其實如果你看看 如果英國的制度 是真是千除不撓 日不裂的 大不裂 顛帝國 永遠不會活落的帝國 這樣的時候 英國不會由一個 一線的國家 淪為一個 二線的國家 英國的大學不會淪為到 去倒閉 英國的政府不會淪為到 沒有錢 不可以救那些 有 冠狀病毒的人 是沒有錢去做這件事 他們的基建是這麼落後 這個是 不是單止制度的問題 是一個國運的問題 英國的強盛是建基於他們船堅 船堅泡利 去搶別人的資源 在別的地方 殖民去拿別人的資源 令到他 繁盛 這個是他們的本質 賊就是賊 不可以因為他曾經統治過英國 我就要去認賊作婦 這件事是沒有可能 自己的血緣關係 中國人就是中國人 你不可以因為 因為在一個特定環境 香港由一個漁村 變成一個國際城市 我就要去認賊作婦 這件事我是絕對不會認同 只不過是你自己那個 世界觀 經濟觀 歷史觀 是很狹藝 也都是放大了自己 香港人那個 看法 我有兩件事 第一 不可以 放大自己 那個能力 第二也不要看少自己的能力 就是妄自匪博 很多香港人以為 讀過幾個英文字 就經常以為自己比內地同胞是高人一等 但是以我接觸那麼多國內的同胞那麼多的占子 我發覺他們的視野 他們的偷略是比香港人高很多層次 這個是 我自己深深認為 不可以因為他們 持發達 持先進 而 看不上他們 好坦白說 香港 700萬人 有差不多 500、600萬人 是講的是 內地逃出來的 只不過我們是 先給他們幾十年 跟著就說 看不起後來的人 我們絕對 不可以贊成這件事 這是第一 第二 每一個國家 我講過很多次 他們那個 制度的成立 是有他們的歷史的 原因 和氛圍 為甚麼會是封建制度 為甚麼會是一黨專政 是有他歷史的底蘊 不可以強加於抄別人的制度下去 有些人用尤長制度 為甚麼宗教基督教是用一個 紅衣主教去選教宗的制度 為甚麼有些 密宗 或者是宗教是在講 鑽世靈童 這些就是他們的制度 我們要尊重它 不可以自己一廂情願 以為自己民主的制度 可以凌駕一切 這件事是完全不對 這件事是完全不民主 那 可能講到有少少激動 但是我想 告訴大家 很多香港人 自己自以為是 高估了自己的能力 經常以為是 用來被挑選的民族 這些等同 猶太人也好 或者是德國日耳曼民族 的一樣 經常都覺得 自己是被選擇的 是被挑選的 是最優秀的民族 獅子山精神 獅子山精神 其實只有病 多於精神 在過去一年我看到的東西 不是 我覺得 以香港 不是為榮 是為 羞愧 自己燒自己的地鐵站 自己打爛所有的商場 這些完全是一些不文明的舉動 你反而在這裏 還在這裏歌功仲德 還以為這些是一些很崇高的精神 完全不是 今時今日 外國也都發生著同樣 一件事 其實是所有 人類其實大部份的人 的本質 不會傷跡得太遠 他們的智慧也都不會傷跡得太遠 是他們不同的 文化的差異 中國有中國的文化 是禮儀之邦 中國是出鄭和 出寶船 是周圍去送禮 外國 金銀島文化 就是要去搶落 這個是 他們的基因 DNA已經中略了幾百年 魔盜王 海賊王 他們一直都是喜歡去做搶落 這件事 是根深蒂固 是不會改變 這些就是大家的文化的差 因為一個 海島的文化 一個 內陸的文化 根本就是不同 我覺得如果你是不認識歷史的時候 我覺得你花多點時間去看多點歷史 聽多點人不跟他說話 我也不會再去浪費時間跟他爭議這些話題 很簡單 喜歡聽就聽 不喜歡聽你就不要看我的視頻 不要聽我說話 道不同 不相為謀 今天想說的就是這麼多 拜拜